震惊岛内的台南88枪枪击案有重大进展 策划整起案件的洪正军和枪手孔祥志 逃亡将近四个月后在大陆落网 便于25号被压卸返台 为什么要开枪啊 枪是谁给的 这个洪正军 我爱在这里特别感谢大陆警方 阶级的一个查记作为 就基于以往两岸警方的合作 共同打击犯罪的相关密切的 这些合作的一个经验 那因此很快的锁定这个嫌犯 这两位嫌犯来查记道案 如果大陆不配合 以台南市赖清德的本命区来讲 这样对赖清德的选举是有伤害的 可见大陆还是以两岸人民的安全 为第一个考量 台南88枪枪击案发生在去年11月 台湾九合一选举前 民进党前中指委郭再钦 曾经营的科技公司 和台南市前议员谢采旺的服务处 共遭人开88枪 如今主贤与枪手落网 各方呼吁紧速还原真相 我们感谢检警的辛苦 也希望能够尽速能够还原真相 到底有牵扯多少官商勾结 或者是黑吃黑 尤其是整个光电的内幕 应该尽快的厘清 洪正军2014年在岛内犯下断掌案 2017年遭判刑九年半定案后 始终未入监服刑 知情人士透露 他跟小弟孔祥志 过去在台南都是收钱办事的角色 并非当地黑道要诀 从犯案到逃亡 依照两人的经济能力 台警方不排除 有幕后藏镜人资助 接应潜逃出境 然而在初步的侦讯中 两人的供词避重就轻 台美披露 被卷入台南88枪枪击案的 郭再钦争争议事件颇多 去年底因雪甲卢扎案被起诉 今年1月又涉及台南市政府议长 惠选遭收押 郭再钦原是蒜头批发商 因卢渣生意致富 进而成为绿营金主 近年来投入光电产业 当地盛传 台南88枪枪击案引爆点 跟郭再钦的光电利益脱不了关系 或许枪击案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恐怕还有未爆弹 牵扯复杂的政治角力 背后的政商关系有所厘清 在这个部分赖清德前市长 到底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也应该让所有的民众了解